如何踩在运动装备的风头浪尖 如何掌握经典品牌的私立往事 如何锻造淘鞋买鞋的火影紧紧 吴才说 我说 你听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吴才说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双实战的篮球鞋 这双鞋可能是这一两年以来 我最喜欢的篮球鞋 就是Hyperleaf Nike家的鞋子 这是一双Nike主推的 Hyper系列是Nike这一两年 一直主推的一个实战鞋的系列 所以它的每一双鞋其实性价比都还蛮不错 都挺值得推荐 那它实战的鞋子那些盒子就很普通 因为不是什么球员签名鞋 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橘色公色的鞋盒 Nike的运动鞋都是这样一个鞋盒 休闲鞋是那样一个有大Nike勾勾的那样一个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直接看鞋子 Hyperleaf早些时候是Paul George 保罗乔治步行者队的 Indiana Pacers 他的上脚鞋盒 那自从保罗乔治受伤之后呢 这款鞋子的热度就没有像之前那么火啊 但是呢 还是我一直很喜欢的这么一个鞋子 喜欢它的原因有几个啊 首先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第一呢 因为我是一个打后卫的位置 打后场的 所以呢 低帮鞋子的话 是特别适合那种体重不太大 然后比较注重灵活性 OK 爱玩那种欧洲舞步一样的那种变相比较多的球员 再一个的话 我希望篮球鞋是透气性比较好的 那这个鞋子呢 它同时兼具了这样的一个低帮 OK 灵活性和透气性 所以呢 我经常会穿这样的球鞋去打球 OK 它这个Hyperleaf这个版本呢 其实它有很多配色 穿红色的那个人最多 但是我个人觉得它 因为这个鞋子侧面 你这边也看的不是很明显 有这样的一个夹固片 DPO片 它会把 如果是红色的话 那个黑色的夹固片 忽然整个鞋子看起来七零八岁的 OK 所以呢 从美学教的上来讲 我更喜欢那种一体化 更明显 颜色更纯粹的这么一个配色 另外呢 黑银也是一个看起来蛮高档的配色 这样的鞋子 其实平时穿 出街穿 当休闲鞋也是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 整个鞋子就是这样一个 黑色的鞋子 其实我拿这个鞋子做评测不太好啊 因为其实可能很多人看不太清楚 那这样一个Nike的勾勾呢 速是OK 几乎贯穿了整个鞋面啊 从鞋前面一直到了这里 OK 那很明显也很张扬 OK 所以呢 然后它鞋子内侧 也有一个Nike的银色的勾勾 所以呢 整个还 辨识度还蛮高的啊 如果你是一个Nike空的话 其实这个鞋子挺让你张脸的感觉 OK 那另外呢 这个鞋子还蛮特别的一点 它的鞋带啊 它鞋带是这样一个 不是走直线的鞋带 可以看到 它是侧面往里深的 OK 这个鞋子可能 早年遗传到 Hyperleague第二版 哈登的那个版本啊 它的鞋带 是这样一个侧面 当然了 它 我也一直在评测中讲啊 这样一个扁形的鞋带 其实是比较容易 你系的比较紧 系的比较牢靠 都可以相比原型鞋带 所以呢这个鞋子你有看它的鞋带 用了这种我最喜欢的扁形鞋带 OK 另外呢它的鞋带 鞋带孔虽然不多啊 但是因为它这个鞋带的 孔的长度其实是 蛮短的 OK 所以呢 你就会看到它的鞋带的密度 非常的大 它加上前面有这样的一个TPU的固定片在这里 所以呢 整个鞋子的包裹 是你系紧之后 你可能不系紧 你都能感觉到这样一种 有一种包裹感和压迫感在 OK 这边 另外呢 我们再说说这个鞋子的减震啊 这个鞋子的减震 它主要是用的是 Luna Loan的一个 减震呢 它的减震呢 跟科比的鞋子 其实有一曲同工之处 就是在这样一个 稍等一下 在这样一个 非常厚的一个 鞋垫 后期的鞋垫 OK 有看到这个鞋垫 有这么厚啊 如果你熟悉科比的球鞋 或者科比EP的版本 你就应该对这个鞋垫 已经非常熟悉了 它的鞋 它的鞋底 其实没有减震的 它的鞋 减震在这个鞋垫上 OK 非常非常厚的鞋垫 所以呢 你有看到 大概有两厘米了 这个鞋垫的好处 就是非常的至轻啊 整个鞋子都是这样一个 轻量化的这么一个设计 所以呢 很大的原因在于这个减震啊 很轻很轻 所以呢 整个鞋子就穿起来夏天 会感觉很舒服 OK 但是呢 这个鞋垫的缺点 想必大家非常知道 就是如果你体重比较大的人 或者这个鞋子穿了一年 或者打球场 比赛打了很多很多场以后 它的鞋垫的密度 会因为增加 而降低它的减震性 话里话说 它这个鞋的减震性的寿命 是有影响的 如果你体重比较大的话 所以呢 这个鞋子就比较适合那样 体重比较轻 或者你在NB球场上看 像Paul George 或者是一些比较后卫和小前锋 来穿的鞋款 OK 那整个鞋子的鞋型呢 其实是属于这种 比较偏窄的啦 相对于Lawang Jams 或者是一些球员的球鞋 所以呢 这个鞋子其实 给你的压迫感还蛮强的 所以建议你买的时候 要搭半码 或者你自己去店里试一下 选一个比较适合你的尺码 不然的话 会觉得有一些压脚 不那么舒服 另外这个鞋子 透气性非常的厉害啊 可能不用我讲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个透气孔 这里啊 是清晰可见的 这个透气孔 它透气孔 打到感觉 只有一个网布的链织 之外 就没有 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所以呢 这个鞋子 很多球迷抱怨啊 这个都 如果冬天穿这个鞋子 打球的话 你可能要打很久 你都觉得你的脚 还没有热 OK 所以呢 夏天的话 相反穿它就会比较舒服了 当然了 这个透气性特别好的 另一个 出来说就是它的 支撑性和稳定性 没有那么好 你知道吗 所以呢 你可能弯折过度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它这个鞋面的保护性 和支撑性来的不那么够 OK 另外我们再说鞋底啊 鞋底的话 是这样一个 XDR 耐磨橡胶的鞋底 它的鞋底的纹路呢 是这样一个菱形的纹路 全部菱形的纹路啊 那这个纹路 其实还算比较深了 而且它因为菱形 是朝各个方向 六个面嘛 各个脚碎呢 这个鞋子朝各个方向的 急停变向 都还蛮不错的 抓地力 OK 当然了 这是一个外场球鞋 XDR 如果是XDR 肯定是外场球鞋了 所以呢 很多人会说 它其实打内场的话 穿这双的鞋 它的抓地力是 有那么一点点欠缺 OK 当然打外场的话 这样的鞋底的耐磨性 其实是足够的 足够你用的 那整个鞋子呢 就是这样啊 这个鞋子 我为什么要凭这双鞋子 是因为这双鞋 我觉得没有得到 它应有的关注啊 我今天有买的这双新鞋 它有很多配色啊 但是这个黑色的配色 居然是价格最低的 那个配色 但是我觉得 明显是最好看的 那个配色 所以呢 可能 多少钱 我看一下 这个 有看到 这边原价是3400啊 台币 现在是2400的样子 OK 所以呢 可能是人民币 500多吧 OK 所以呢 这个鞋子 我觉得 从实战的角度来说 从休闲的角度来说 我都特别愿意 拥有这么一双鞋子 平时穿穿看 还蛮不错的 作为一双实战鞋 推荐给大家 另外这双鞋子 一定在打折 OK 不管是什么配色 因为老了嘛 OK 所以呢 鞋子简单介绍就是这样啊 如果你还有什么 更好的实战鞋呢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做做评测 OK 那我们下期 拜拜